第38集 跨越太平洋的通话 许子豪给高栋倒了杯茶 拿出零食 高栋摇摇手 表示不吃 他又拿出好烟 招待高栋 高栋就点起一只 你表哥去美国了 你怎么在他家 我表哥说 这几天您可能会来找他 老徐说我这几天 可能会来找他 是啊 他让我这几天住在这 快过年了嘛 帮他看管一下房子 顺便如果您来了 他让我告诉您 他的美国号码 这样 高栋心神不定地 接过徐策的美国号码 装进口袋里 徐策难道算准了 我这几天回来找他 这也太恐怖了吧 高栋没心情地点着烟 望着周围的一切 却没看出有任何线索 哦 老徐家里还挺大的嘛 是啊 表哥家里 以前他爸是做生意的 有钱人 这块宅基地也很大 后面还有房子呢 屋后还有房子 哦 是啊 面积比这里稍微小点 能带我过去看看吗 这 徐子豪想不明白 这领导为什么要去后面参观 后面就是堆放茶屋的 没什么东西 让我看看老徐家有多大 走 过去瞧瞧 他拉起徐子豪就走 徐子豪带他来到了后屋 钥匙一打开门 高栋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汽油味 开了灯 他走进这间后屋 目光向四周搜索着 只有些旧家具 没有其他东西 这时他注意到了 地面上有处新郊的水泥 大约有两个平方的面积 水泥还没干 这里地人怎么补着了 这里啊 这本来是屋子后面的一个地窖 后来地窖用不着了 就在地窖上方盖着间房子 地窖当地下室 堆积些杂物 这不 前天地下室着火了 里面东西烧了个一干二净 后来我哥就把这块地方封起来了 地下室怎么着火了 您闻到汽油味了吗 现在还没完全散 我哥说啊 地下室储藏了一桶汽油 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就着火了 幸好火势不是很大 也就烧了地下室的杂物 其他房子和人都没受影响 高栋心里感到一份沮丧 地下室这把火显然不会是自己烧起来的 一定是徐策放火 他烧毁了证据 地下室烧了个一干二净 这 这还怎么查下去啊 高栋无奈地回转身 跟徐子豪告辞离去 重新步入横行吹刮的雨雪中 他步子显得沉重 显然 现在即便他能猜到徐策是真凶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回到县局后 高栋拿出徐策的美国电话 愁愁不绝 徐策如果真心要把美国的电话留给我 直接发短信就好了 为什么要叫徐子豪留在家里等我上门 而且徐策是怎么猜到我这几天 一定会找上他家的 高栋看着纸上的一串号码 思考再三 还是打个电话吧 至于这通电话直接摊牌 还是隐藏目的 以免引起徐策主意 哎呀 顺其自然吧 他清退左右 一个人留在办公室中 关上门 吩咐张一扬在门外守着 说是要打个很重要的电话 任何人不要进来 他打开了录音设备 放到了一边 拨了徐策的美国号码 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孩子声 过了片刻 传来徐策的声音 谁啊 老徐 是我 老高呀 怎么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上次说 回美国办投资的手续 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再回国呀 这个呀 等过完农历年再说吧 哎对了 上一次李爱国和张祥平的案子 你问我凶手是怎么避开监控 来到凤旗路上的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嗯 当然 我不知道凶手是不是真的用了这个方法 好吧 你说说看 凶手当晚叫了一辆出租车 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位子上 从沿海北路拐进了凤旗路 开到凤旗小区门口 凶手在车上的时候一直拿着手机 装成打电话 出租车开到目的地 也就是小区门口 凶手对电话说 哦 这样啊 既然你不在 我只好改天拜访了 然后凶手继续打电话 一边告诉司机继续往前开 不在这里下车 出租车刚开出几米 离开了凤旗小区门口的监控范围 仅几米的地方 凶手马上叫司机停下来 一边对着电话说 原来你快回来了 那我就先在你家门外等你吧 于是 凶手挂断了电话 付好钱 下车了 就这样 凶手实际上是在凤旗路的南段下车的 但出租车司机在万寻的时候 自然说没有人在半路下车 而是在小区下的车 上千人次的盘问 我相信警察不可能问得出乘客具体是在小区门口哪个点下的车 凶手这是玩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小把戏 自然骗过了监控 也骗过了警察 不过 即便警察特别仔细 反反复复去对比每个司机的说法 最后发现了那辆出租车 也没有用 毕竟对于一个陌生人 人只存在短时间的记忆 隔了一天你让他去描述一个只见了一面的人的长相 这是说不清楚的 你们也没法拿描述的长相来抓人 何况 凶手在车上的时候 如果一直低着头呢 原来是这样 另外 为什么每一次凶手都可以挑到被害者晚回家时候下手 我想 凶手应该是蹲在被害者玩乐的地方附近 蹲点了很多天 才找到一个机会 比如 今天被害者晚上八点就回家了 那凶手继续等待 不动手 第二天 被害者九点回家 凶手依然不动手 继续忍耐 第三天 凶手等到十点 发现被害者的车还停着 那凶手就知道 今晚被害者肯定要晚回家 于是 凶手立即动手 如刚才出租车的方法 来到了凤旗路南段 等待被害者的出现 原来是这样 总算解决了我心里最大的疑惑 我所猜测的情况就这些了 还有什么事我能帮你吗 暂时没有 能有问题 我再找你帮我想想 好吧 老高 你帮了我表弟出来 我总该回报你一些 不能总是给你添麻烦啊 我想 你这几天应该能破案了 相信你 一定能高声的 高栋咳嗽了几声 强忍着心中的各种情绪 好的 谢谢 挂完电话 高栋心中波涛汹涌 不能总是给你添麻烦 这句话 果然是他 下面 该想法子找出其他的人这物证 只有证据练充足了 才能定徐策的罪 才能想办法 把他引渡回来 现在是不是该搜查 徐策的住宅 但他一把火把地下室 烧个金光 能找到无证 那把枪是烧不了的 可徐策这么傻 自己出国了 把枪还留在家里 不怕被徐策豪 无意中翻出来 枪也一定 早被他扔到哪儿 都不知道 这里是海边 只要徐策把枪 往海里一扔 再没有任何线索 怎么办 如何查 有办法让徐策复发吗 正当他绞尽脑汁思索时 门轻轻地敲了两下 谁 老大 是我 门口传来张一扬 谨慎地答复 我不是跟你说过 见你在外面吗 我有事情 我也不想的 是 是邵刚的尸体找到了 什么 还是死了 高洞一把开门 大步走了出去 案发在县郊的金屋花园 邵刚的手机没关 物证科先锁定信号区域 随后找民警去敲门 发现无人应答 最后通过雾眼拿到钥匙 进去后 发现了邵刚和他小情人 双双被人用绳子捆着 心脏处有个破洞 依然是那把三棱枪刺的杰作 屋里很整齐 地脱得干净 拖把放在门口处 现场清理的雨林笑家中 如出一辙 凶手每次动手都没与受害人 发生身体冲突 要留下物证 太难了 只有张相平那一次 留下了一点凶手衣服上的纤维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徐策一定早就把那件衣服处理掉了 高洞揉了揉太阳穴 在现场看了一圈 就转身出去了 过后等来的陈法医 两人相互交流一番 这尸体从现场上看 大约死了三天多 也就是说 邵刚还是在胡生处前一天被杀 现场没留下物证 虽说不指望周围有人证 但例行排查的走访工作 还是要做一下 好吧 徐策 算你狠 算你手段高明 算你先走一步 高洞心里痛恨着 但现在他也无可奈何 单纯从徐策跟那几个被害者有仇 法院能判是他做的吗 人证物证什么都没有 徐策杀完了人 只留了一个王修邦 看来生活检点总是好的 至少对于王修邦 徐策没机会下手 只能逃回美国了 高洞头有点痛 他想着前天刚死了胡生处 连王孝勇都甩手不干了 今天马上发现了邵刚的尸体 这该如何是好 这事今天报上去 大概过个一两天 又要去趟省里问责了 今年这个年 就别指望过了 更糟糕的是 连续地出案子 不但使他在省市两级领导里 面子全无 他手下这帮人 也跟他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苦 却一点进展都没有 连个年都过不好 该如何向兄弟们交代呢 第三十九集 神秘包裹 这时高洞手机响了 接起来是手下的年轻民警小吴 老大 现局有一个你的包裹 你不知道我有事在忙啊 一个包裹跟我说个屁 老大 这个包裹 我想你 你还是回来亲自看一眼比较好 这是什么包裹 关于一二六系列案件的关键线索 一二六的关键线索 你小子敢私拆我包裹 没有 我没拆过 你没拆我包裹 怎么知道里边是一二六的关键线索 看一眼就知道了 果然看一眼就知道了 高洞回到县区办公室 就看到桌上放了个小包裹 包裹单上写着一二六的关键线索 高洞掂量了下包裹 里面很轻 不可能是放了炸弹这种满意 他拿出把剪刀 拆开包裹 里面是一封打印了字的纸 上面写着 领导你好 我是一二六系列案件的知情人 我害怕凶手知道 所以不能把真实性命透露给你们 只能偷偷跑到外地 发这个包裹 你们不用费心调查我是谁 我戴了口罩 快递员也没看到我的长相 我们先从李爱国案件说起吧 凶手和李爱国并无瓜葛 因为凶手知道李爱国随身带枪 所以他要先杀了李爱国 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后面的行凶做准备 凶手是一个细心狡猾的人 他真正的目标是张相平 胡生楚 邵刚三人 凶手担心后面的行凶会出差错 所以第一目标选择李爱国 拿到枪以后 他一旦在后面行凶过程中出现状况 可以随时掏枪解决对手 只不过 枪声比较大 不到万不得已 凶手不会掏枪 他运气很好 每次行凶都可以成功 所以他自始至终没有掏枪 凶手和李爱国相识 他在凤击路上叫出李爱国 随后坐上车 假借给李爱国递烟的间隙 用电棍击晕李爱国 随即实施了谋杀 在杀害李爱国后迅速清理现场 从农田逃脱 在杀死李爱国拿到枪以后 凶手开始了他真正的计划 他先绑架林啸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绑架林啸 总之他就是这么做了 凶手与林啸相识 他到林啸家中 趁林啸不注意 用同样的手法电运林啸 随后把林啸全身捆绑 动弹不了 装进大箱子里 从楼梯拖到地下室 放进了车的后备箱里 在运出林啸后 凶手重新回到现场 拿了一个大型塑料垃圾桶 伪装成是把林啸 从电梯运走的情况 这些过程 相信你们也调查出来了 他这么做 是让你们无法判断 他把林啸运出小区的时间 从而无法通过监控 排查可疑车辆 在绑架走林啸后 凶手又把目标 对准了张向平 他通过实验 得出奥迪车轮胎被扎后的 漏气过程数据 实施了这起案件 手法与李爱国的案子相似 在这之后 凶手又跟踪到了绍刚 凶手拿出了 从李爱国那里得到的手枪 在绍刚进入楼梯后 凶手突然窜出来 拿枪顶着绍刚 逼迫他遵照自己的指示 开了门 随后 用绳子捆绑了绍刚和他的情面 将两人实施杀害 第二天晚上 他趁胡生处晚上跑步锻炼的习惯 在胡生处跑到一棵大树背面时 用电棍击倒胡生处 随后多次电击 使胡生处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把他拖到农田里 实施杀害 凶手为什么要杀这几个人 动机我不清楚 但我想 你们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排 还有一句话 只要进了局里 想要什么口供 就有什么口供 果然是徐策 因为最后一句话 是高栋 曾经对徐策说过的 看完了信 他也知道了 为什么徐策会撂倒他 这几天会去他家 只要高栋收到这个包裹 看了里面的信 自然会去趟徐策家了 他拿着这封信 反复看了几遍 除了检要记录犯罪经过外 并没透露其他更多的信息 徐策发了这封信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他最后一句话 又代表什么意思 是想全盘告诉我犯罪经过 知道没掌握任何的人证物证 向我示威 向我示威 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 毕竟同学一查 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我可没得罪过他 我还帮助过他 他为什么要为难我 此时的高栋还不知道 答案在第二天就揭晓了 第二天彻底雨过天晴了 天空重新亮起阳光 高栋还没起床 就接到了陈队的电话 高举 不好了 林肖的尸体找到了 半个小时后 大批的警员出现在了 现交的一处山坡上 很多中老年人 每天早晚会来到这座山上 登山锻炼 前几天大风雨雪天气 所以没人来 今天雨过天晴 一早登山的人 就发现旁边土坡里 露出一大截的透明塑料袋 看上去很不寻常 走近发现 里面好像装了东西 随后那位第一个目击者的老头子 看清了塑料袋里的头发 顿时下坛在地 马上报警 郭鸿恩面色惨白 现在是一天死一个人 真不知该如何交代 自己的仕途 也算彻底交代了 高洞忍气 默不作声 站在一旁 他心里还是在想着 徐策作案 不可能永远都是完美犯罪 总会留下证据 该怎么把证据找出来 让徐策认罪付诸 他与郭鸿恩的心中 想法不同 他已经对新出的这起名案 无所谓了 因为他心里 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 只不过苦于没有证据罢了 现场的所有民警 包括外围那些拉警戒线 阻止人围观的民警 各个脸上 巨势阴沉着 愁眉不展 这种事情 接二连三出现 他们已经彻底身心疲惫了 过了半个小时 塑料袋中的尸体 被挖了出来 陈法医仔细看过后 走出来向高洞和郭鸿恩汇报 老大 尸体保存得非常好 由于塑料袋包着 这几天雨水都没有进去 从状态上看 大约死了两天多 死法一样 也是用三棱刺扎穿心脏的 就是说绍刚被杀了第二天 凶手杀了胡生楚 第三天 凶手再杀了林校 没错 凶手这件案子上 有点不谨慎了 他这个蛮尸洞啊 挖得太浅了 如果他再挖身个二三十公分 恐怕一时半会儿 也没人会发现这个事 等到发现的时候 早已经完全腐烂了 更不要说辨认出林校了 而且凶手又傻乎乎的 用塑料袋把尸体包起来 包得还很严实 这几天的雨水啊 一点都没流进去 加上天气这么冷 就更不可能腐烂了 现在塑料袋一包 洞又挖得不够深 这几天大风大雨一过 自然就露出来了 是啊 若不是这场风雨 尸体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露出来呢 啊 凶手没想到蛮事后 就马上遇到了 大风大雨的天气 看来他没看天气预报 他想故意说点 轻松的俏皮话 但显然两位领导 都无心跟他开玩笑 他只好兴兴地闭上了嘴 这时张一昂在里面叫着 老大 又挖出个东西 看来是个小箱子 文言 高洞等站在外围的一行人 都向里走去 陈法医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 把新挖出的盒子放在地上 是个木盒子 外面同样包裹着塑料袋 显示出里面完好的样子 没有进半分水 他们戴着手套 小心地拿掉外面的塑料袋 取出盒子 是个普通的母盒子 陈法医指挥着他们 先检查盒子外面 是不是有指纹等残留 确认没有后 才打开盒子 里面放了几件物品 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量 除了外围几个拉紧接线的 其余冥警全部围拢过来 第一件进入大家眼帘的 竟是凶器 三棱枪刺 前端是尖锐锋利的三棱枪刺 上面还沾了已经干涸的暗红血迹 后端是一个想交的把手 陈法医亲自蹲下神操作 他小心地拿起这把三棱枪刺 拿到背光处 点开一支特殊的灯仔细照着 随即陈法医大为激动 上面有指纹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都心头一振 持续奋战了这么久 总算有收获了 而且是唯一拿得出手的物证 指纹 连郭红恩的脸上 都不禁浮现了一抹笑容 高洞不惊不喜 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 这把三棱枪刺有点眼熟 但他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上面的血迹 估计就是林孝的吧 小王快收拾起来 待会马上回去提取指纹 随后陈法医从盒子里 拿出一个小巧的棍状物 看了几圈 发现没有指纹 这是电击棍 凶手用的一定是这个无疑了 不过没有指纹 被凶手清理过了 真遗憾 刚才的三棱刺 把手是橡胶的 有粘性 一旦沾上指纹很难清除 我想凶手原本是抹过把手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橡胶上的指纹 不是一下就可以抹除的 第四十集 手机里的录音 接着 陈法医又从盒子里 拿出一个香蕉状的塑料棒 检查一圈 发现没有指纹 但一头上 有点油油的粘液 他把塑料棒 朝大家扬了扬 这个看上去 像个女性用的自卫器 上面似乎涂了凡是林 我没见过 看似应该和案件无关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王 你收起来 保存好 回去化验 最后陈法医 把剩下的三样东西拿出来 一块手机电池板 一张手机卡 和一只香金边的高档手机 陈法医检查一遍 这三样东西上都没指纹 这手机又是谁的呢 张一扬上前 我猜应该就是林孝的 也许里面还有什么线索呢 他反复检查 确认没有遗留其他线索后 把手机卡和电池板装回了手机 按下开机按钮 居然还有电 这是个智能的触屏手机 陈法医脱了手套 在手机上找了几下 看到了个文件夹 点开后 里面还有个文件夹 再点开 还是文件夹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向领导说明了情况 继续打开看看 再打开一个文件夹后 出现了一个音频文件 陈法医点开音频文件 随后手机发出了一个 干涸带着哭泣的声音 我是林孝 所有人全部瞪大了眼睛 大吃一惊 什么 林孝 先暂停 打开拓音器 我听不清楚 陈法医照做 随后手机里传来了 林孝清晰的声音 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是林孝 我不知道 最后这段录音 有没有人能听到 不管能不能听到 我想那时 大概我都已经死了 我希望凶手能被抓住 他折磨我太够了 我实在受不了 王修邦 你个畜生 所有人脸上 全部迸发出彻头彻尾的惊讶 王修邦 难道凶手是王修邦 高洞更是满腹狐疑 这个变故 超出了他的想象 大家继续听着手机里的声音 王修邦很贪钱 但是一直没机会贪大钱 去年旧改班成立 他担任组长 成将公司和开发商 一起拨下了三千万 到到旧改班的账户里 作为拆钱维稳的特殊基金 因为特殊基金 是专门拿来找人维稳的经费 用头特殊 这笔账目 是不走财政脱行的 这笔先说是维稳经费 实际上 是让旧改班的几个单位 共同拿去 作为额外回报 所以旧改班中 除了四位 负责任领导 其他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笔钱 而外人更不知道了 王修邦不想把这笔钱 与其他单位分享 他想独吞这笔巨款 反正这笔账目 没走过正规渠道 上级不知情 也没办法监管 于是 他就想到了 杀死张相平 绍刚 胡声处三位局长 而我 一直是王修邦的助手 知道这笔钱的情况 他想拉我下水 我不敢 我觉得这种事有损政府 国家人民的利益 我一个人民公务员 怎么能背着良心 做这种事 我坚决反对 他一开始表示算了 不准备他无止笔钱了 没想到 他一天晚上跑到我家里 我丝毫没料到 他会用电机帮弃运我 随即绑架了我 现在我不知道 我身处在哪里 只是被他一直困住 没法逃脱 我是在被他抓好 他才告诉我 他要杀死 另外三位局长的计划 他还告诉我 他已经杀死了李爱国 拿到了枪 后面杀死三位局长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我不知道他现在 是否完成了计划 他曾经跟我说 他如果顺利地完成了 整个杀人计划 下面就会轮到我 如果他中途出了意外 还可以拿我的生死 作为要挟公安的资本 我的生死不要紧 只要我能抓住这头恶魔 我死了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王修宝石头恶魔 石头畜生 他 他强奸我 他不是 是个杨卫 对女人不感兴趣 把我困住好 他 他居然对我做了那种恶心事 我这将马上死掉 但这样的凶手依然逍遥法位 我实在不能忍受 上天 你若开业 就早点让警察 抓到王修邦吧 我不知我还能活多久 只希望他 不会发现手机里的路易 这样 总有一天 他这样的畜生 一定会认罪付诸的 录音到此结束 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 随即 全场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 终于要破案了 这是遇害者的生前口供 还有什么物证 比这个更铁的 别说他们是 就是全国几十年的凶杀案里 有哪个案子 还会冒出被害者生前指控的录音 高栋脸上露不出笑容 怎么 怎么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他有些不知所措 没人留一招高栋脸上表情 此刻看起来这么怪异 大家都在纷纷讨论着 刚才没注意 现在检查过了 林孝的肛门扩业机 严重的松弛变形 一定是遭受了外部的冲击 你们都知道的 就那种事 难怪刚才盒子里 还装了根香蕉 王修邦这老畜生的口味 真够独特的 行啊 你没听录音说吗 这老变态是个阳尾 他对女人没兴趣 当然玩这套了 嘿嘿嘿 倩怡啊 把他送日本去 哎 不过他那玩意儿 可不会大呀 嘿嘿 我就奇怪了 哎 王修邦这么聪明 怎么最后拍在了这小截上 连手机里的录音都没发现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嘛 这老家伙准不会玩现在的智能计 他可想不到 这么多层的文件夹里 还有一个叫他命的玩意儿 哎 话说 林孝死前 是怎么拿到手机录了音呢 这还不简单 王修邦虽把林孝困住了 不小心把手机留在旁边 哎 林孝录了音 偷偷放回原处 神不知鬼不觉嘛 绑架案中凶手出现纰漏是在所难免的 你看那些从绑匪手里逃出来的人 不都利用了绑匪的疏忽大意 说得倒也是 不过林孝拿的手机 为什么不打电话报案呢 你傻呀 王修邦显然已经取走了手机卡呀 他会那么傻 把手机卡放进手机里啊 那样会对外发送信号的 哎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 王修邦不还接连两次报案 说林孝的手机第一天 发了他条求助短信 第二天 打了他个求救电话嘛 我们信号追踪结果啊 发现前一天 王修邦在家 信号是从他家附近 为中心的区域发出的 第二天他在单位 信号又变成了 是在他单位为中心发出的 原来都是他在演戏 故意让我们浪费警力 满县城的乱找 原来这手机啊 就是他手里发出的 难怪两次信号都在他旁边呢 就是说了 这老畜生害我们吃了那么多苦 跑了那么多冤枉路 真是该死啊 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王修邦杀了林孝后 为什么要把这些作案工具 都埋在这里啊 这还用说啊 他怕作案工具乱丢 被人捡到了不好呗 就想着埋起来了 谁知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呢 这个解释虽然不太说得通 但在场也没人怀疑 因为物证实实在在就在那摆着 或许是凶手又一次疏忽大意呢 或许是凶手想暂时放着 过段时间再另行处理呢 反正解释很多 而且不管解释如何 都不影响案件的侦破工作 张一昂也喜洋洋地插话 我想起来了 一开始我们调查横幅上面 自的颜料 是种合资牌子的高档颜料 县城里只有一家店买 我们查监控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王修邦买过这种颜料 当时直接把他的犯罪可能性排除了 都怪一时疏忽大意啊 这事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呀 你们市局的朋友可不够意思啊 这线索如果及时追下去 早就把案子解决了 那也不能怪市局朋友啊 主要是王修邦当着副局长 换做我们 我们也不可能想到 他这样的官员会做那种事吧 那倒也是 这人随即就心平气和了 案子眼间破了 过去吃的苦 受到的怨气 早就烟消云散 郭宏恩看向陈法医 老陈 你们这边证据提取工作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完了 收拾一下 回实验市长 好了 咱们先不要忙着高兴 先把王修邦这个老畜生给抓了 过几天 咱们好好办个年终聚会 我给大家整个满意的庆功宴 大家彻底放松放松 高举 你看怎么样 现在直接抓吧 高栋犹豫一想 他此刻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己心中的感受 他更不晓得 为什么事情发展成了现在这样 郭军 你们马上带人去他单位抓人 我们这边 马上去他家里搜查 好嘞 好嘞 臭家咯 众人一片欢呼 兴高采烈地离去 只留下几个资历轻的警察 郁闷地继续守着现场 不能参加这抓捕的活 我没见过 你 你说 这人 你 你 没有